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炎热的夏天已经到了 可惜早前连长大雨 我其实非常想早点出发去元朗 拍一个向日葵和河花 我在元朗搭76k巴士到石湖围下车 当你转进去会见到送心园 天雨露滑 走的时候要小心点 不会掉下河 大家要留意 下雨后出现了一个现象 云海带围着山腰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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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Zither Harp 大家对这个地方不会陌生 因为每一年的夏天 它都会种有向日葵 即是太阳花 而今年它会种了一些水稻 而水稻已经成熟 开始慢慢变黄 准备收成 水稻田旁边一些黑色一粒粒的东西 其实就是田螺 你会不会吃呢 向日葵的花语象征沉默的爱情 和勇敢追求幸福的执念 亦是代表温暖忠诚爱慕勇气 向日葵又叫做太阳花 它外形好像太阳 总是给人一股温暖气氛的花朵 除了颜色向日葵外观 像太阳一样 它的花盆中央是圆形 它外形像太阳 所以很多人喜欢叫它做太阳花 多个叫向日葵 转眼之间 转眼之间 哎呀 云海消失了 因为太阳出来了 如果我没猜错 应该是红色的稻米 如果你知道答案 不妨告知我 你会看到紫藤花隧道 现在的紫山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草和日当午 汉迪和夏土 谁知盘中酸 粒粒皆辛苦 敏龙里申 元朗信心园珍妾 非常多的打卡位 所以需要入场费 每位50元 放时间 早上8点至晚上18点 盐里面还有不同品种的向日葵 你别以为它头哒哒 因为我们刚刚下了一场大雨 中文字幕提供 离开宋心园 我们会走过对面的马路 再欣赏香港其中一个荷花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田河花池 由六月份逐渐剃放清雅脱续 由六月份逐渐剃放清雅脱续 新田河花池由六月份逐渐剃放清雅脱续 荷花池由六月份逐渐剃放清雅脱续 荷花属于多年新草本花位 又叫做莲花芙蓉等 长型的荷花池 布满绿色浮瓶 梭物有致都非常之精雅 由六月份逐渐剃放清雅脱续 从一个位置看过对面 是见到内地真是深圳繁华高楼大厦 就是大家陪我轻轻松松 上花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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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